慘遭殺害氣屍的香港及女子父母 再度抵達台灣 口罩帽子底下 竟是遮掩不住的憔悴神情 这回再度来台 就是因为日前DNA鉴定 已经确认女儿遗体身份 领取死亡证明书后 预计会保留全尸 直接运回香港 推翻了原先要在台湾火化的计划 检警推测 疑似就是为了要完全保留遗体 让香港警方采政 取得更多谋杀机证 突破港台没有司法互助合作的状况 尽管香港警方曾经来台交换意见 但毕竟不是正式的资料和证据 只能透过遗体完整运回设发财政 而离仪公司人员也透露遗体上飞机 其实有些没感 基本上他们如果说有运中 这样子的遗体的部分的话 那他们会跟我们一般的行李 做一个区隔 就是他会特别腾出一个空间 就是专门放那个遗体 那上面或周边也不会再摆置任何的东西 一人磕受粮的遗体就曾经从上海运回台湾 虽然遗体运送和一般货物相同 不过基本上会和其他民众的物品分开摆放 而且基于尊重上头也不会堆叠其他东西 离仪公司坦言 遗体运送会比携带骨灰坦程序还要复杂 除了要取得相关证明费用也比较高 家属费尽心力 就是希望能替女儿讨回公道 记者林中正成家好旅景 桃园台北综合报道